送饭 这是黑人员工他们送过来的饭是吧 食堂在那边 修路 他们在那吃个饭 矿场 你看那个车就把石头运过来卸到这 京城信矿业建设赞比亚有限公司 他是原来施工的时候是京城信的施工 现在就一直名字就不改了是吧 他原来这个施工单位 是什么施工方 就是京城信 京城信是我们中国施工公司 对 好好好 哎呀下去 重见天日 哎呀有感觉啊 不容易不容易 这辈子第一次下井 我们先先洗个手 把鞋子洗一下 我现在在搞懂一个事 就是为啥这个矿工下井啊 要把衣服 基本上都脱了 只穿这个矿工服 看没有 因为这个 到地底下去呢 是越往底下钻 是越热 啊 是不是 他是每下降30米 他那个 每下降30米 你对地温呢会升高于度 对啊我就说 如果说我们的底下没有那个 这儿把你那个通风 要热死了 对对对 就这样子我也能感觉到这个温度的升高 啊就是海拔越上升 这个 温度越低 海拔是越降低 就是到这个地底下一窜 就越热 因为有地热嘛 是吧 搞明白了 哎呀现在 衣服换了 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我这个头盔这个绳子是 我绑上去的 我拿下来的话 哎 好了 我要去关一下 哎呀 有点意思啊 太有意思了 哎呀 有扭脖子 衣服就放这就可以了啊 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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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我们现在就把鞋换了 咱俩格局还不够大 想象力还不够 那么 等到什么时候 未来十年以后我来这儿是吧 也流传着 我们这里有个王总 也是有这么大的筹码的 这么大本 一晚上也是不眨眼 哈哈哈 谁搞矿山呢 一投资啊 就不是小数目 对不是小数目 都是上千万美金 是吧 一千万美金 真的啊 这个大铺肉 大产值 一般就搬到大铺肉 哥 就等你啥时候 发钱了啊 爽啊 回来了 回来了 长见识 长见识 真可以 一是长见识 二一个是 放大我的格局 放大 以前我这个小子弄个三光两走的 突然下角色 是不是还得 把这个思想往外都想一想 哈哈哈 真可以 哈哈哈 这个下面啊 大产值 那个 越往下走 越热 太热了 对吧 往下走 可能有点 桥有点热 我们到最底座 那打眼儿 往外边 再给我 发打药 他还问了一句 你刚才估计是他想看一下 能不能放出来 我们走到了 我们走到了 348的地方 这里是 路子 办公室 因为那下边是没有西方 也有不少微信找我 现在是12点 哎呀 我这个这个这个 到我们 扩山上 餐厅吃个饭 OK 还带卢萨卡 但是不带原来那个地方了 你找他们干嘛呀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露天矿坑 拉上来的矿石就在这边 这是销售 哦我是排着队子买呀 对 还得带点外拉 哎呀 四川 这一点 这里赚几千万 这个 先吃饭先吃饭 让我缓一缓 哈哈哈 消化一下 现在这个脑海里有个大饼 哈哈哈 消化不掉 哈哈哈 这惊喜太大 厌不下去 哈哈哈 搞磅了 对呀 好我们到食堂 来来吃个费 吃个费 好 哦 矿石拉到那 啊 破碎 拉到这破碎 二破 啊 啊 球磨然后选矿是吧 啊等等等吃了饭下午过去看一下 一口气把这个 铜矿了解个透彻 哇这是我们食堂 这吃一份饭吧 好好好 非常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来参观的啊 来 大哥你坐 我们你们搞个盘子吧 就从这里边拿已经是吧 对对对 我们拿这种的就行 这种就是应该是公共的这个呢 就在这个盘子 对 哎那个谁呢 鱼哥呢 还一口气啊 鱼哥 盘子 这是你的 有三个了 再拿三个碗 我们搞了个这个 这是 这是 炒的什么粉皮 对粉皮 这是 茄子 炒茄子 油脂炸的盘 嗯 这是包的汤 哦 好可以可以 我也来 来点这个 面皮 香锅炖的鸡汤 现在 现在基本上这个 矿站还是在鸡头边附近 再以后是不是就往西北省那边 发呆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 主要夸的还是在这一块 几个多嘛 包括 嗯 嗯 包括 还有东西 嗯 这个矿区感觉好大 那就是说 这面的资源还 还没有 碳完了没有 还有这个新的 要继续开发了吗 对 啊 还有新的我们 准备 想继续开发了 嗯 这得必要 就继续 继续挖是吧 嗯 嗯 现在 陆总带我 看一下这边这个选矿的这个工艺 介绍一下 啊 那个车就把矿石拉到那儿 对对 那就是出矿厂 对啊 那个是个震动那个破碎是吧 对 一个是破碎机 破碎机 一破 啊 一破 然后我们现在是二破 二破 对二破 啊 啊 这个然后呢 这个粗矿就留在那边 那就是这个粗矿 矿石 粗矿 对对对 啊 然后我们从那边来 那是一个 再经过破碎 啊 再经过破碎就进入到那个位置 那个 粉矿了啊 哦 这个真的是 哎呀 你们这的话就是说是采矿区和这些 现在这个叫选矿区是吧 选矿区 选矿区 前面在这个里面 就是金矿粉 哦就金矿粉 对对对 在那个房间里面 哦 咱这儿是有金矿的是吧 不是金矿粉就是铜金矿粉 哦铜金矿 不是黄金的金 哦这样 金神的金 金神的金 哦这一条工艺真的是 可以 然后然后再进来 三破 三破 对 到了这就是一个粉矿 粉矿 对粉矿的话 这叫粉矿厂 啊 然后呢从这里流下去 流下去之后进入到这个球膜 球膜 今天有点故障 所以它先停了 停了是吧 等到肯定下午就可以生产 哦 然后最后就变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金矿粉 看 拿得了方便一下 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这个金矿粉的话就应该算是我们这是终端产品 是吧 对对对对 好好 这是一个球末车间 球末车间 对 这些模糊车间 这一块是龙蜜池 什么池 龙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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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是金矿粉的龙蜜池 哦 这个里面就是富选富选厂房 富选厂房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金矿粉的料厂 料厂 就是中端产品 那走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就是咱这个厂子的产品是吧 对 哦 就这个啊 这个跟 这个是最终的产品 这个怎么跟沙子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就这个啊 对 这个就是金矿粉 对 金矿粉 金矿矿的 看见没 是不是 就是黄矿矿的 您拿灯一下 我来感受一下 嗯 这个重不重 感觉也 这肯定重啊 哦 这个确实是跟沙子感觉不太一样啊 就这个东西啊 然后然后下一步是咱就送的呢 就运出去嘛 运到椰链厂去 椰链厂 然后再练成铜 对 练成链 嗯 再运回销售啊 或者是运回销售啊 或者是销售啊 是吧 是链厂的事 对哦 哦 最后铜链是从这个铜链粉是从这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 就从这就 对 哦 这上面是浮悬嘛 浮悬完以后就浮悬池 铜水 对这脱水 脱水 压滤机啊 啊 经过压滤机啊 过滤以后啊 啊 把水脱干净以后然后就下来 这个 就成这样子了 对对对 哦 厉害厉害 哎呀 非常感谢路总啊 今天真的是 那我们上去看看 好好好 让我长了很多的见识 是吧 对走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浮悬池 哦 哎呀 哦 现在是中午休息的时候 真的是神奇啊 这个就是 哦 这就是浮悬 浮悬 浮悬 对 浮悬 哦 对 在我们进行浮悬 加鱿花烙呀 加一个各种药剂 加各种药剂是吧 对对 进行浮悬 哦 对 那这个也是铜吗 是啊 就这个就是铜啊 是啊 对 就这个 这个 就像一个泥巴一样的 这个居然是铜哎 对对 它是浮悬然后进行浮悬浮 浮悬浮 然后刮在这个浮悬里面 哦 哇长见识 长见识 我以前以为的开采同的方法 跟我今天学到的感觉到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对啊 这个铜居然这样子弄的 哦 它最后就就留下去了 你看这样 是吧 你看这铜的 嗯 很明显 像黄色的 你看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这都铜 金黄色的 哦 就一块 这是 什么呀 对啊 请看看 不灵不灵的看到了吗 这就是浮悬车间 浮悬车间 现在我已经有所了解了 哎呀 不容易 非洲呢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非洲很多国家没有开采能力和利用能力 而我们中国呢 又有钱又有技术 而我们中国人 又非常的能吃苦 能在非洲创业奋斗 就像很多 像陆总这样的技术人员到了非洲 是吧 开采各种矿石 冶炼 最后呢 能再把铜炼出来 再运送回国 回国以后 我们的铜又会生产出很多的这个产品 更高的附加值 这些产品呢 就是打上我们中国制造的标签 走向海内外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主题了 好 大家年轻人也好 朋友呢 朋友呢 他们在那边 他们在那边 在那边 对 我的话 在最后看一下这个 陈品 铜粉 打算跟它合个影 就很难想象 这个真的就是 铜 是不是 就是说 看视频的朋友呢 不管你是年轻的 还是说是我父母这一辈的 如果说 有机会 是不是 小孩或者是自己 有机会能到非洲来 发展奋斗 是不是 闯荡一番 也挺好的 至少说是 增加我们中国人 在非洲的这个比例嘛 抢占更多的市场 让我们中国人呢 走得更远 好 就这样子了 这个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 点个赞 拜拜 拜拜